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一只鹤旗 哎哟 大家注意啊 这个鹤旗两件装备是铜色的 不是铜色 叫铜花色 铜花色的话是没有技能的 你看他现在只有一个马术 英姿是没有的 很废 就很气 先来个万剑 跳个钟 哎 他给谁挡了 郭皇后鹤旗甘宁 这你都不给鲁苏挡啊 这开半截吧肯定是中了呀 好 陆军给不给 给了 给了啊 给了 怎么办 南蛮开不开 先打决斗啊 难道不是应该开南蛮吗 他可能是觉得陆迅有危险 刚才我还想说 他可能是觉得陆迅有危险 结果鹤旗为了逃之后 他又出南蛮了 这就是根本就没有想好该怎么打 对吧 还是有问题啊 要节约一点输出的话 就应该开南蛮的 另外手上没有杀 手上没有杀的话 为了防止砸脚 也应该开南蛮 对吧 而且开南蛮以后可以先歧视自己 好 把远位的郭皇后剁了 陛下 另外的话前面有个冰凉寸断 也应该冰这个鹤旗的 而不是冰鲁素 对吧 这些都是细节啊 虽然这个 这局似乎细节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但是呢 打牌还是要强调细节 因为这一局的话呢 手气比较好 没有达到那个断了的临界点 是真的可以一轮清场了 如果达到断了的临界点呢 就是正好多一张牌 正好多一张牌 能够收全场 少一张牌就收不了全场 对吧 那怎么办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是不是就一步天堂一步地狱了 这个许说是个内奸啊 当然也不一定 说不清陆迅是内奸 但应该不是 因为陆迅是内奸的话 这样打也是要输的 陆迅内奸这样装中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 因为如果要是王姬把 另外一个中杀掉了 杀到他的头上来 他是要倒大美的 所以说陆迅一定是中 但是陆迅为什么如此笃信 王姬就不是内呢 这种就是革命情谊了 这个没有办法 不过好一点的打法呢 就是 就是一定程度之后呢 就不要给了 会好一点 但这样的话 有可能导致王姬就觉得你是内 然后跑过来砍你了 这事情不好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王姬陆迅真的是很强 也是四四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组合 下一排 主攻 选了一个张松主 张松这个主攻呢 还是很有强度的 我还是很喜欢的 当然了 他现在已经从四大天王的这个 名单里下降了 哇 又是连弩四张杀 看到基本吗 没看到 只有一个锦囊 要动手吗 这个莫之为假许 是可以动手 不要跟他客气 哦 海云还不错 还有决斗 又来个铁锁 哇 已经博温强制了 要不要拿无限再刷一个 没有 他没有拿无限再刷 可以 又堕死一个 哇 其实 其实杀炎梁文丑 就杀这个八号位贾许呢 是没什么好说的 很正常 但是杀这个炎梁文丑 其实挺冲动的 还是有危险的 这边福王后 现在死了两反的了 另外我跟你说 联弩是可以存的 而不是说把联弩丢了 为什么 死两个反了 死两个反了 哪个反再跳出来 就是送死 五个人里面有两个中 你自己想一想 如果哪个反跳出来 敢碰你联弩 加上你还有张无限 是不是出来送死啊 所以说联弩就留着 谁跳反 或者跳内就打死他 这样子比较好 如果只杀掉一个反的话呢 毕竟反的还有三个 联弩是不太好留 这个皇后 球员郭怀的 也没求主攻 这肯定是中 郭怀也像中 好吧 反的在这儿了 内奸反正这两个里面一个 未尽分明了已经 拿了一张闪 很怂 反的都懒得砍主攻了 都跑去砍索瓷了 这举手是内奸 想收人了 还有个男蛮吗 打的很奇怪啊 这个举手 谁的武器 这举手 这举手在搞什么鬼 你不要告诉我 这举手是忠诚啊 有个名闪 这举手是忠诚帮皇后 无邪出来干什么 是不是傻 郭怀突然就开始打 打左慈了 所以说郭怀是内奸 那就是郭怀内奸了 给了个雌雄 这边还拿了个五圣啊 很有意思 这个球员举手没有用的呀 再来个决斗带走 这个葬送真是太好用了 神陶原 那接下来就是一场虐杀了 只要举手真的是忠 那在他前面那个无蟹 只有一种解释 就是鱼籍 就鱼籍鱼籍惑惑了一个无蟹 被佐茨质疑掉之后 这个举手误以为这个无蟹生效了 好吧 郭怀是反 郭怀是反 跑去忙 王佐茨 他就是已经死俩反了 他不想碰主弓 他就去忙个下家 是吧 这局我们是 可以很好的体现出张松的强度 下一局 三杀一逃 很没出息 选择拿三杀一逃 哇 九杀 被他打中了 有点疼 拿了个九 这个没出息的过头了 前面三杀一逃不换了 然后现在两杀一九 这个太没出息了 我觉得陶跟无蟹 你至少保一张吧 九要留的 杀是肯定要留一张的 对吧 那肯定拿 留火杀嘛 对吧 那陶跟无蟹 总归留一张 两张都留吧 是有点蛋疼 你说你是一张都不留 主攻都被砍死了 原来是这样 这边一个无用之孙修 我觉得是可以直接砍主攻 不用去拿哈密尼砍他 就砍主攻就好了 这边燕珠 李如其实也挺亏的 李如直接把刀给他 技能都没有了 还不如燕珠黄盖呢 哇 这个开五股啊 这应该 孙权开五股 除非有巨大的位置优势 否则都很亏的 拿了个怪石 哎 这个就蠢了 这这 这柱具上怎么能装呢 你装了吗 直接就被 那啥了呀 这个这个牌 我跟你说 这个牌你制衡完以后 嘉一跟朱雀鱼权都不能装 因为你装了以后 就被李如吃决策了 你只装一个也不行 只装一个 要同时被剑书跟决策 剑书加决策 那就更惨了 就必须两张装备都留在手里 所以说牌少就别制衡了 就就把手牌回的回首在手里 哎 不过现在贾许要剑书了 厉害 这厉害啊厉害 还是要吃剑书 一个大分尘 孙修来扛吗 这个孙上香好坑爹啊 竟然去坑黄盖 哎 这孙上香竟然去坑黄盖啊 有点过分啊 张飞骑是不怕的 好 再坑一刀 再坑一刀这个 哇 连弩 好吧 那两个人之中 总有一个是要死的 看 哇 三张闪 厉害了 漂亮 反手就是一张过去的CD 两张杀 还有还有两个闪 可以拿去对付其他的人 看收什么牌 哦 来过拆了 来过拆的话张飞也会死 不过这个牌 还得先打孙修 看 关键是看能不能把孙修打死 如果孙修不能打死的话呢 就算了 就不要一波 这个时候如果先打假许的话 最后孙修没打死 就面临一打三了 就很难受 所以说要先打死孙修 可以 正好把孙修的闪冲了 这运气有点好 置换又换出一张闪 好 再把杀出了 再冲阵一次 这没得冲阵啊 哦 赢了 一张南蛮直接赢了 手气有点好 横扫千军了 这个主视角 这个横扫千军拿的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说 虽然说这个牌序比较简单 但是呢 他从头到尾 每一张牌都打对了 还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杀人的顺序 是用杀还是用闪 哪张牌该先打 哪张牌该后打 这个 可以说是没有一张牌打错 就从头到 就真的很厉害 虽然每一张牌都打对 也不是很难 因为这个牌序 比较简单的牌序 不是那种比较复杂 需要思考的牌序 但是在这种比较 比较混乱的 就船场都活着的局面之下 你冷静的思考 深呼吸两下 把这个牌全部打对 我觉得也很不容易的 拿到这个 这个拿到这个 横扫千军的战功 还是很值得赞扬 打得非常不错 当然运气也有点好 对吧 收一个反收三张闪 先是裸摸一连弩 然后收一个反收三张闪 冲着那个 冲着那个 那个谁 孙修正好冲着到唯一的闪 对吧 然后那个收牌 收到过差跟南蛮 一步一步都好像已经 给他铺好路一样的 就很不容易 今天这个 夜莹这个牌序 排得不错嘛 循序渐进的 开胃菜就那么多 开胃菜就很多 这个左词 把他也翻了 再出一刹 这个有点醉 我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牌其实可以 把一张连弩装起来 多留一张闪的 因为 因为你把连弩装起来 多留一个闪 首先你没跳身份 没跳身份的话 别人来碰你本身也很尴尬 比如说反贼 你说他是拆主公还是拆你呢 好像拆你 好像你好像是内奸 好像是忠诚 又有那么一点点 可能是反贼 好像拆你也不太好 那你说忠诚 拆你还是不拆呢 对吧 只有内奸有可能来拆你 那拆就给拆了 反正我两张连弩 对吧 强行要把两张连弩都留着 只留一张闪的话呢 后面要是有人开万箭 然后谁闲着没事 再砍你一刀就讨厌了 所以说连弩是可以装的 这里我一定要说一下 因为两张连弩 别人拆了你一张连弩以后 就不可能再去拆掉 你第二张连弩了 没那么多拆的 如果运气好 连弩压根就没被拆掉 那就更好了 你还多保一张闪 这个挺尴尬的 现在就一张闪 这个有点疼 左磁 左磁是中 这么干 哎呦 无血超批了 那这个是中 左磁是内了 无血超批了 哎呀 那那就得想办法跳中啊 杀一刀四张牌 那怎么跳这个中呢 没血了 没血了 怎么办 摸了个杀 先挂个连弩 捅一刀蔡文基 说得到人头吗 说不到 他有名堂 自爆 然后杀一刀草皮 他会给吗 给了 这草皮也是赶啊 因为 其实其实魏妍是内奸的 可能性也是有的 这个远位的都受不到啊 有的时候啊 这个 这个是 就假许跳中 然后让草皮信任自己 我觉得这个就的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给你们说一个技巧啊 就是 内奸也可以这么打 如果你是内奸 你故意就假许 对吧 然后呢 反正桃多嘛 桃子 没有用的 你这个牌是收全场的牌 就跟刚才那个赵云一样的 是争取一收七的牌 我们假设 魏妍是内奸 也可以这么打 故意就假许跳中 让草皮以为左词是内 对吧 然后左词就说 如等小人 进屋我谋反 所以说防不胜防呢 这种事情 但是呢 魏妍出逃就假许跳中 肯定是没错的 肯定是要这么打的 现在这个牌足够收全场 就你千万不要小气巴拉的 南马如今开出去 假许妈也不管 就就想着 刘涛救主公 主公不信任你 就假许杀出去是个中 主公不信任你 四排去翻左词 你就有的苦了 你们说是不是 这是这个道理吧 那主公看到你这么多牌了 你还杀掉了一个中 你说你说 你说你是不是白口莫辩 反过来说 当手牌的数量 达到这么多了以后 你是可以不用管了 对吧 没距离就一路收过去了 当然是有距离的 先拿左词 打到这种时候 谁都阻止不了你了 假许无庸之然 这个时候曹毕就只有 颤抖的份了 对吧 这就像是 这就像是去借钱一样 你钱还没借到的时候 低三下四 对吧 钱到手了 这管你呢 我就是不还 对吧 低三下四就假许 现在就不一样了 我满手都是钱 我室内我也赢 我什么是反 我也赢 是不是这样 但是反不建议这么打 是反的话 老老实实的 这个南蛮入侵时候出啥 慢慢跟队友配合 也能赢的 万一主攻不信任 你就完了 这个又是一波 烈怒清场 当然这 都是有技巧性 可以讲的 不是无脑情 凯威菜好像 给大家放完了 接下来要 这个比较复杂的局面 给大家解说了 好 又是联奴啊 不是吧 喂 这样子 我这个百肯奖的口碑 有可能下降的 平时这种局 对吧 我收入的比较少 都是真的比较有意思的 或者 那个拿来给大家提提神的 把把都是这样子 那场面就非常尴尬 这朱尔克大忠臣 朱尔克这个忠臣 砸得有点冲动了 你自己是忠 你觉得 你觉得话头是什么 真的太冲动了 这肯定是反 这个话头肯定是反 哎呀 疼 真疼 这话头就是典型的 没大局观 是不是典型的没大局观 你要碰这个草皮吗 你又不碰的 草皮的冠师傅不拆 去把那个破八卦证拆了 草皮的八卦证 挂起来就是送给你拆的 然后你要杀朱尔克 那你就先杀 没杀掉再拆 对吧 什么先拆了再杀的 你这真的是 不知道再玩些什么东西 没杀掉吗 你再拆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 他把排队改变了一下 本来排队顶是A跟B 然后第三章是C 现在朱尔克提前 把A拿掉了 然后呢 B跟C里C是闪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我跟你说 这种可能性 至少33% 这个话头的责任很大 乱打 拆手中 也有可能是内 无中生有 决斗 无懈可及决斗 四张 四张无懈 那更不用说了 真的很有 那这个拆出一张闪的可能性 又提高了 提高到50%了 也不过如此吧 均欲良运 且主君威 乐了一下 那照他这意思 假许还真是个中啊 那乐错了 不知道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肯定是反了 陶也没吃 没错呀 孙兰祥是反呀 原来是你小子 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其实孙兰祥打得很聪明的 对吧 假意迎合 等到自己全身而退以后 再跑过来跳钟 或者说就是跳内了 因为诸葛克吃桃 他也没给牌嘛 对吧 就是跳内了 哎 你把黄军给我的好处 哎呦 厉害了 哎 这手好厉害 这赵云好心办坏事了啊 那赵云的确没打错 这孙兰祥这张顺手是暗的 他怎么能够想到 这个孙兰祥还续抱了顺手 巧合中的巧合 有点厉害啊 夹需要动了 光队又解锁 他准备收话筒了 这话筒的确是保不住的 可以收的 一刀 主攻器中还啊 死了 还是反贼强一点 草皮主攻毕竟比较弱 看闪电的了 闪电帮谁了 我看这什么花色的闪电 黑桃的 呦 这么厉害 厉害厉害 还收了这么多好牌 这赵云 这么弱的 赵云也死了 哎 翻了 也不一定 其实 其实 其实你要说举兽是终也有可能 现在不好说 因为举兽与其去砍甲许 不如砍 顺上香 是吧 与其砍甲许 不如砍顺上香 不知道 主攻选择信任顺上香了 也不是没有道理吧 其实都有可能 不好说 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证据证明 举兽与其砍顺上香一定是中 但只能说举兽与其砍更像一点 主攻竟然这么打了 我觉得也可以 那举兽与其砍 那举兽与其砍 是真中的话 那肯定优势很大 我感觉我们现在优势很大 好像优势没有刚才那么大了 这个九啥也就是随便打一手了 因为不太可能打得中 桃圆还不错的 现在又没那么好打了 还得看这个闪电的脸色 这闪电是红的 两个人开始狼狈为奸了 这两个人一旦开始狼狈为奸的话 这假许多送几张杀给 哇不是吧 哎呦完了要被玩杀了 这是要被玩杀的 好了 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孙上香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你还把木马送给他 你以为你还回得来吗 回不来了呀 是不是傻 假许现在只要剁 我跟你说假许剁了孙上香 就剁掉你 他就跟主攻打就是尾银的 你还做你的春秀大梦呢 不敢惯 不敢惯 那还打什么九杀 装模作样 你真惯了吧 真惯了的话 能收三张牌的也还行 虽然要被 虽然要被曹皮收一波牌 黑顺黑拆 厉害 其实还是惯了好 因为曹皮又收不到木马里的牌的 而且惯师傅本来是举手身上的 后来被假许拿走了 现在你再收掉 你再收掉假许 怪师傅就归主攻了 这举手那么好 无蟹还这样帮曹皮打 这个假许的八卦阵有红过吗 一火攻 一决斗 厉害了 让你乱丢无蟹 出事了吧 让你乱丢无蟹 哎呀 天过了 还好 还好 重要的牌没有放木马里 这个不太好翻举手的 其实 这里打错了 这里不应该翻举手的 你续爆了 灌师傅 灌师傅 酒跟杀 就是 只要 只要举手这回合结束 就直接赢了 因为你虚报了灌师傅 酒跟杀呀 哪怕他吃一桃 回到凉血 被灌师傅 酒杀还是打死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不要去翻弹 你就默默地承受 对吧 只要默默地承受 这一切就行了 就是一个 一个已经 在剑银路途上的举兽 你绝对不能再给他补牌的 好了 灌师傅也没了 没灌师傅打你 怎么打 只能靠两刀 再加一个兵了 如果下回合能摸到杀的话 还有机会 要看了 断杀了 但是还有机会 哎呀 这他妈就没辙了呀 铁锁也应该先换呢 这里又打错了 好了 被他回到塞血了 那怎么办呢 没得打了呀 这个真的没得玩了 跟举兽磨 肯定是磨不过的 其实也不太好给 就五谷封灯 不太好给他磨牌的 应该应该 应该要打无限的 哪怕是杀都不能给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连弩才是最大的赢家 这个 又是连弩伏笔了 又是连弩伏笔了 你说举兽 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的 把连弩给丢了呢 举兽只要把连弩丢了 好像就赢定了 等下他挂了连弩了 所以说 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 就是当你马上就要赢的时候 不要想着我该怎么赢 而要想着怎么样 我才会输 然后把这个情况避免了 那你就一定赢 如果你马上就要赢的时候 你满脑子还在想 我到底该怎么赢 我怎么赢得更漂亮 我怎么赢得更快 我怎么样才能鞭尸 我怎么样才能装逼 当你想这些的时候 那对不起了 你的书面就从0.1% 涨到了1% 甚至10% 甚至50% 就是这样 下一版 这就是浪书的 典型的浪书的 曹仁 你们不要再给我刷连弩奖谈了 刚才那把只是巧合 真的无把连弩了 不要这样子 我这边不是连弩奖谈 谢谢 看一下 这个先隐藏一下身份是对的 因为这边离主公还比较远的 你要暴露了身份 有可能要被打的 而且这边还是个轻弩刀 这乐不怕 我们到时候 有这个牌可以 帮主公解乐的 两个反了 现在可以跳中了 那么 这个无蟹打的毫无价值 马超被顺手 打个无蟹也就算了 这刘善 你又不认识他 虽然刘善有可能是反 但是也不一定 他就没杀呀 好 吃乐了 再见 无蟹那么多的 多亏了爱情 好吧 这个他们两个人 用无懈可击真宠 结果还是 还是黄盖更受宠 现在可以跳身份了 反正我们也就一张闪 能干的只有这一些了 过了 这里主持人家打错了 这里主持人家打错了 我给大家几秒钟时间思考 主持人家打错了 可能很多人看不出来 我这边跟大家说 这里要把加一码装起来 再翻面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需要很多无蟹 因为你需要很多无蟹 虽然说有可能翻面的时候 你一张装备都翻不到 有可能要弃牌 但是无所谓 因为你废牌很多的 你翻面的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如果不是简易 不是弓 是其他的废牌 什么杀这种 那你就弃掉 不要了 但如果要是起了装备 你就这么一张无限 你多担保 所以我跟你们说 打牌是没有定数的 我以前一直跟你们强调说 曹仁在不弃牌的情况下 把装备留着 翻面的时候 把装备装起来 美滋滋 这种情况 可以涵盖90% 那还有10%呢 那就是今天这种情况 你要赌 想尽一些办法赌 这就是三国杀神奇的地方 没有一个东西 是100%可以作为定时的 张和那句台词 说的很有道理的 叫做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可惜他说的没有什么气势 现在就很尴尬 你最多最多帮曹仑解乐 而且我跟你说 反贼说不定还有不些 因为刚才这个马超帮 刘善解无蟹的时候 我看到无蟹赌条了 场上一定还有无蟹的 这个我是不可能判断错的 一定还有 那怎么办 只能赌天过了 这个真的只能赌天过了 那怎么办呢 没辙呀 真的填过了 是兵填过了 曹操的无蟹 这曹操无蟹捏的可以 很紧 这个时候体现出曹操的水平了 兵还天过了 真是天佑我大清啊 好歹吃了个桃 开了个难门 虽然也没有建立什么优势 但是还能打 我们这两张闪呢 我们这毕竟有两张闪呢 这边先出黑鲨 再出红鲨啊 算是个小小的排序 还不错这点做的 因为你先出红鲨的话 有可能曹操 尖雄到闪了 你第二张黑鲨就打不中 如果曹操本来没闪的话呢 你先 黑鲨打他 他尖雄完之后 尖了一张闪 你再红鲨打他 他就出不了闪了 所以说先出红鲨 还是先出黑鲨 也是有讲究的 不同的情况也不一样 黄泉 这刘善倒是挺无私的 无中也不看 这样的刘善我很喜欢 这回合他又打错了 这回合他先出红鲨 再出黑鲨了 这回合他先出红鲨 再出黑鲨了 曹操那张闪 很有可能是尖雄上来的 那哪来那么多闪啊 曹操 对吧 而且前面那些都是小失误 很小很小的失误 这个勒布司祖 实在是不能忍了呀 然后佐词就直接被闷掉了 你这勒布司祖 不知道谁开的呀 可以看出来 黄盖一开始 那个红黑打对了 那只是巧合 他就是随机选了 一张牌去打的 神他妈方天三杀 当然还是打中佐词了 现在有腾甲在了 你怎么办 腾甲这个时候强度就体现出来了 再刮一刀流扇 没刮中 那还可以接着放拳 这黄盖还凉血呢 我觉得吧 还是炸响比较好 因为 属性杀是不好找 但是炸响武装牌 还是找得到的 这个 这价值不高 应该放拳的 就拆一个腾甲 因为后面全是主中 你不放拳的话呢 这个佐词还有可能会不会 会不会活活打死 这要放拳的 要抢 要抢个先手的 光拆个腾甲是抢不到先手的 直接死两个 这路径跳内了 没给主攻牌 没想到你个浓眉大眼的 也背叛革命了 这怎么办 四面楚歌了 还有这种操作的 假许这个位置还砍曹人吗 肯定假许室内了 那这个陆迅是觉得 陆迅就算觉得曹人室内 他也应该给主攻发的呀 这我也不知道 我也判断不出来了 冠师傅所以不想闪 这里打的不对 你这有两张闪呢 应该逼黄盖冠的 逼黄盖冠不亏的 因为马超铁骑 你这个闪是用不出去的 你这闪用不出去的 你这闪还能干嘛呢 哎呦疼 还有张九 那这曹操丢牌干什么 那陆迅是哪间呀 没错呀 可能是假许脑残了 还好我们主视角 还好我们主视角脑子 还挺清醒的 就这两个人都跳内的情况下 陆迅还强行跳内 那我们就赌一下 信任一下这个假许 还好 否则的话 灌尸腹你都没地方安的 对吧 没地方安这个灌尸腹 你最多也就是送个盾给 曹操有可能假许还是鲜鱼 曹操杀不死黄盖 最后约尔面对 被两个反的反打的这个情况 那就更难受了 至于 至于这个假许 为什么要砍 曹操人我也不知道 判断不出来 打到这里应该是赢了 这里呢 主视角又有一个地方打错了 他选择换刀 其实应该丢闪电的 因为这把刀 等一下无限打掉之后 下回合翻回来 你又可以把刀装起来了 对吧 另外你要说我这个刀 等一下我要挪陆迅的刀 我跟你说你可以把自己刀丢了 把陆迅刀挪过来的 所以说还是应该丢闪电 横竖都应该丢闪电 不过陆迅是没戏了 这个他连曹操都打不死 你把我刀拆了 我就把你刀挪过来 这陆迅也没有攻击主攻 他就是想坚持一下 毕竟是陆迅嘛 是吧 毕竟是陆迅嘛 可以 可以 可以玩一下 毕竟陆迅啊 而且有木马了 但是这木马一次性 下回合就没了 这就放大了 这不太好吧 这总是叫死的好惨啊 这不太对劲 这陆迅真的有机会 反正 这个可以打主攻的 因为你主攻凉血嘛 对吧 我没地方打 就就打了 但是你自己要小心 你有可能反过来 被主攻打死 怎么办 哎 你谦选了 你就死了 这个时候必须不谦逊 硬着头皮把那张牌展示出来 说到底还是自己做 他前面非要去决斗曹操 那你就算了 他不决斗曹操的话 他联姻不了 他必须决斗曹操 不然就卡决斗了 对吧 那你这张决斗 你要记住的呀 对吧 曹操手牌不满 曹操手牌不满 你亮一下 是有可能活下来的 你谦逊 你就死定了 就直接死 真的是鱼的记忆 曹操 就两种花色嘛 你也不知道陆迅那张是什么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因为 这个那张牌看不到了 不过 主视角虽然死了 但是 虽败犹荣吧 他 他这局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虽然的确有一些失误 我刚给大家指出的 该装装备的时候没装 不该装装备的时候又装了 对吧 但这些都是小失误 他把冠师傅给夹取那一下 还是这局获胜的关键 我跟你们说 你们不能只看到人家有问题的地方 打得好的地方 我们也是要看得到的 取长补短 你 不能光想着补短 取长也要取的 我们看这一局 王毅 我很喜欢的一个主播 决斗假许你们别逗了 那是黑决斗 那决斗假许就不要逗了 决斗好像是张草花的吧 我忘了 国战的 国战的是可以决斗的 可能有部分观众 国战打的比较多 那我也有义务跟你们说一下 就是国战的那个写法是取消值 而那个身份里的写法呢 就是你直接就不能选择它为目标的 这灵桶 这灵桶是怕貂蝉怕的 最后一张牌藏木马里去了 这貂蝉总归是中类啊 对吧 这貂蝉要啥还是反 那实在是没天理的 对 基本的描述不一样的啊 大家不要搞火了 丢两张连弩啊 这么逗的啊 张飞先跳个反 砍一刀貂蝉 但王军觉得不对啊 我不认为你是反 你有可能是骗我的 但是这个貂蝉也是的 会给他还闪的 可以给他还个寒冰剑 还寒冰剑吧 他连防御都没有了 而且还寒冰剑还不能 不能旗帜的 那我们看着张飞到底是什么 好吧 张飞真的是反 也不排出之内的可能 现在死了一个反 但是终也残了啊 如果是普通主攻的话 并不是很好打 但是王姬就很 王毅就很厉害 因为王毅这个主攻 只要不是被群殴 就特别厉害 哎呦这个强了 哎这个特别 这个特别特别强 因为因为 因为灵统没有手牌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写法 就是那个清洗 当你使用杀 对目标角色造成伤害时 若你的装备区力有武器牌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另其选择一下 就是灵统选的啊 气质等同于此武器牌 攻击范围张树的手牌 曹修的 这个攻击范围是三 所以说灵统要起三张牌 只能起手牌的 所以说他没得选 只能挨一刀啊 哦 张忠华也跳中啊 这个内奸不准备跳 还是说 貂蝉是内奸 就这种内奸 就跑上来自暴自弃的内奸 这个 不知道 这样子给主攻开机呢 有点有点假 不好判断啊 我判断不出来 哇 这是我见过的曹修发挥的最好的一次 真的 发挥成这样也是最了 这还给啊 他那么多牌了 还给他干嘛 不用给啊 这张飞是真反了 跑去决斗张忠华了 结果也没收掉调查 这 啊 你看上当了吧 这曹修才是内奸 他还想一收二呢 真贪心 死光了 哎 这个张飞 去无蟹貂蝉是什么鬼啊 张飞无蟹貂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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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张飞是内奸是吧 他们可能 他们可能在牌制里面 什么语言交流一下之类的 有可能 张飞是内奸 觉得貂蝉死了 打不过了 哎 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曹修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 反正先不说 这个时候呢 就要充分利用张飞 利用张飞帮忙打工 拆了也没用 拆了也没用 这打左辞去的 这边 这边主视角打的 有点问题啊 他把吴忠跟杀给张飞 不如把杀跟过拆给张飞 然后吴忠自己续报 然后这回合呢 他要继续给张飞的 就不停的让张飞 帮他打工呀 你要贿赂张飞的呀 要不停的给张飞 让张飞帮忙打工 我跟你说 张飞没有辙的 他只能帮你打工 而且你一直把牌给他 会给他一种 你会送他赢的错觉 张飞也会有一种 哎呦 主攻给我牌 我自己在摸 在收反贼 我能不能一拨boss主攻 主攻撞他又不好 对吧 你给他这种错觉 你一定要这么打的 而你有了加一码之后 反贼又没人可以打 就会帮你打张飞 凡就凡在你 你不好好 你不真心实意的去讨好张飞 或者说你不让张飞 觉得你是真心实意的 在帮他 张飞回头放弃脱管了 你一个人打两个 还是打不过的呀 这左辞的化身 也不算特别差 还是能 还是可以看的 这个化身 对吧 你这牌就浪费了 无限不帮他打 但是牌是给的 这个还行 九杀带走 这都没死 有一个唇 出藤甲了 这两张不给就不给了吧 这两张也是可以不给 张飞开始脱管了 没耐性了 就张飞这种武将 他是不可能有什么好的耐心 没耐性很正常的 哎呀 要这样打 这样打不对的 这要先开南蛮入侵 先开南蛮入侵 左辞傻不拉鸡去救了 你再这样打 才能把左辞打死 你这样打的话 南蛮入侵开出去 左辞是张杀 或者是张九 就死不了人了 真的是张九 我曹秀倒是受掉了 我一个都没受掉 这个怎么打呢 就是 你先把南蛮入侵 开出去看看情况 因为如果 就假设左辞是张闪 曹修也是张闪 对吧 那你南蛮入侵 开出去之后 左辞就会傻不拉鸡去救曹修 这个时候 你再反手去收左辞 如果左辞觉得曹修收不掉 就曹修救不了 就不想救了 那你是不是南蛮入侵 直接把曹修收掉了 收掉之后 你说不定摸别的牌 就不用这样火攻自己了 这样打其实很危险 特别特别危险 是有可能出事的 被张飞捡便宜 还好有藤甲 真让这个张飞捡到便宜了 不过这个张飞 强度太低 现在有无限 哇 朱雀 哎呦 吓唬人呐 好吧 顺过来了 有九了 有九了就万无一失了 王毅太强了 这绝对不是张飞能打得过的 保险一点 把他吃掉 张飞是不可能打得过王毅的 但是前面王毅状态真的很差 张飞前面再多一张杀就被打死了 九对张飞来说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除了保命什么都干不了 这张飞开无骨也是 他还想挣扎一下 没在挣扎呀 再吃一个 再吃一个桃也没问题 把九丢了就 我觉得九还是保一下比较好 就防止有什么意外发生 就留个九 虽然他可能觉得九没有用 反正我是死也不会丢九的 我丢无蟹我都不会丢九 因为无蟹 无蟹肯定有用掉的那一天 九是不可能的 九可以一直留 一直留像个床家宝一样 就张忠华看到最后 最后还是很轻松的赢的 这局呢 有两个地方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首先就是 进组内反反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让时间拖得太长 因为时间拖得越长 张飞觉醒的可能就越大 他觉醒有几种方向 第一种方向 觉得觉得怎么打自己都没机会 拖管了 然后你会面对一打二 虽然说王毅一打二也能打 但是呢 远远没有张飞帮你打工 来的容易 第二点 张飞被打烦了 他联合反的一起打你 三打一你怎么打 对不对 就两个方向 你不能让他觉醒啊 那怎么样才能让他不觉醒呢 你假惺惺的把牌给他 然后让他去打 你用 给那么问题来了 给什么牌呢 给我拆啊 你王毅去拆也是拆 你张飞去拆也是拆 你让张飞去拆嘛 给杀呀 对吧 两个反贼有纯的 死不掉 那让他杀 真让他杀掉了就杀掉了 对吧 杀掉一个 他还想杀下一个呢 就这样玩的啊 结果事实上就是 中间时间拖得太长了 导致张飞中间有托管 这个放弃的这个思想啊 然后还有就是 有收人头的时候呢 想得太好了 太浪了啊 还是应该先开南蛮投尸问路 而不是 而不是说我要先火攻自己什么的啊 这个打的实在是有点太 太过头了 这个是有可能会造成翻车的 你没有 没有九桃的情况下 你就一个藤甲 对吧 被人家偷掉了就搞笑了 下一趴 其实打到打成主内反反的时候 王毅赢面已经很高了 只要只要自保 就有就有七八成的赢面 反的赢面特别低 张飞赢面有一点点 就是一波爆发嘛 就刚才张飞其实差一点点赢 他朱雀宇山加火杀 多一张他就赢了 那他没有这个命 再多摸一张 你没办法 这边的话呢 来了诸葛蛋啊 来了诸葛蛋 诸葛蛋主攻 我倒是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了 因为觉得真的很不好用 就反对就不要去碰忠诚 也不要去碰内奸 就打你不就好了 这边也没有选择给 也没有选择留空间给鲁素 那看鲁素身份了 这鲁素起手没耗施 那会不会地盟呢 也没地盟 那鲁素忠诚了呀 其手鲁素直接白板了 国泰能保鲁素就行 这个鲁蒙向内 去了李典啊 其实李典很有可能是个反 反正肯定是反 他们觉得国泰是反 这个心情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的确国泰向反 那这个理点可以不管了 反正他就是个贝勒的 再见 要不要剩狮子呢 把木马偷过来了 反正肯定万万没有想到 这国泰是敌人 选择给主攻出来 觉得李典翻不了天 啊 李典是 那就是李典内 李典是个反 啊 是个反 是吧 那鲁素直接把他的牌一换 岂不是美滋滋 这 哎呀 这 这完了呀 这还了得 这鲁素动了一下 十排差有没有 有吧 这真的十排差 这我不胡逼逼 真的十排差 这里其实反见诸葛弹 价值不大 应该反见国泰的 反见国泰 就反见诸葛弹 诸葛弹 全域就不能驱虎了呀 这驱虎的呀 那就难打了 这鲁某也是千年道行 一招丧了 我靠 帐巴双拍 牛逼啊 笑到最后的一声动衡 怎可对他人称臣 这个公聪员真的是 这都不大偷 灌石也不拿 对吧 这满血的公聪员 竟然不大偷拍 哎呀 这太让人失望了 我跟你说 反的要输 就是输在这种细节上 什么明明可以反见国泰的 不去反见国泰 非要去反对 反见什么诸葛弹 对吧 然后公聪员可以大偷的 非要不偷啊 偷个什么 就偷一张啊 就觉得自己的血 特别值钱 有什么值钱呢 他身上拿了 拿了一堆废牌 什么冰凉了 古定了 都用不出去的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还旧啊 再旧真的被驱虎死了 收队友了 不过我跟你说 主公诸葛弹 跟普通诸葛弹 有一个区别 你们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我来告诉你们 那就是 普通诸葛弹 要死三个人 才能决心 主公诸葛弹 死两个人就行 你现在还 就是 主公诸葛弹 如果真的死了 一个反了 那就进诸葛弹的 杰作 你真的要驱虎死吗 我跟你说 驱虎死了 这国泰死得其所了 真的 诸葛弹排没了 没关系啊 丢多少给你摸多少 真的死了 厉害了啊 酒牌启动 酒牌启动 我得给他配个月去 给他配个月去 来来来来 准备变身吧 准备变身 还能弄死一个吗 鲁苏没死 就是没死 交给祝葛弹了 哇 屌爆了 十一张 诶 等一下 诶 只有这种程度吗 你这牌怎么这么少的 就一个决筹没了 这太让人失望了 你也死了 不过主攻 主攻 主攻倒是没有事了 又多一些 杀掉吕魔也无所谓的 我跟你说 主攻又多一些 主攻每多一血 就是两张牌 掌 掌一上线摸一牌 跌一上线再摸一牌 一血 就一个人就是两张牌 我要是诸葛弹 我就让吕魔去死了 摸牌的 不亏的 我跟你说 如果你要是没弄死寻遇 这吕魔也不见得有什么用 你弄死寻遇了 吕魔就变成雷赘了 好嘞 这个吕魔你怎么办 等于拿 等于拿桃 为了个白眼了 怎么弄 好吧还真把吕魔弄死了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八卦阵啊 这八卦阵肯定是肯定是公孙渊的 现在就是八卦阵啊 这八卦阵肯定是公孙渊的 很烦 是我的话 我八卦阵不会装的啊 因为这八卦阵一定是公孙渊的 你怎么打这个八卦阵 他都是公孙渊的 手上一张名酒 把酒逼掉 再杀一刀 看运气 运气不太好 他两回合崩一次 两回合崩一血 也就相当于两回合魔武牌嘛 两回合魔武牌 死了没有 还是没死 像公孙渊这张火杀就出的很没有必要 因为诸葛蛋 他的闪是完全没有用的牌 诸葛蛋的闪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用的牌 你去杀他干什么 你让他一点点崩就好了 这张杀一可以防决斗 二可以防南蛮 对吧 而且下回合 有可能你摸 你摸俩黑 你没有了这张红杀 你摸俩黑 你就偷不了 好吧 摸了俩红 快崩死了 偷到桃园了 哎呀 这诸葛蛋要被 要被磨死了 男蛮入侵 哎 男蛮 哎呦 死掉了 死掉了 我记得动图的话呢 是一个像个直升飞机一样的 哎呀 这诸葛蛋手里全是桃 这个有问题啊 这诸葛蛋 这诸葛蛋如果手里全是桃的话呢 他就不应该急着去绷血 应该把桃吃掉的 为什么 如果是个普通的 其他的将 你跟他拼命是可以的 因为不拼的话呢 时间拖得越长 你越劣势越大 你要靠两回合摸五排 两回合摸五排 这样子去跟他拼的 对吧 那如果你手里都是桃 你被公司员偷了 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 虽然很无奈 你也只能先绷血 赶紧把桃子吃掉 才能打 按照公司员很背 偷了半天 一个桃都没偷到 这个比较特殊 的确 一般情况下 是应该多绷上线的 多绷上线来打的 但是这种情况下 你绷了上线 然后把桃囤在手里 打到最后不是桃 全部都被偷光了 是吧 所以说这件事情 又两说了 又是一个典型的 不同情况 不同打法的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 我们看这一局 公司员单挑 最多也就前三十的抢 这前五不可能 选个刘备 吸收这种牌 但是我们很穷 没有手机卡 大忠诚周瑜 这边有一个特别反贼的反贼 你看就是反贼 闪电杀 我怎么觉得 还不如仁德出杀呢 当然他想挂闪电 我心情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觉得觉得很 好吧 这闪电挡了文拼一拆 那就不亏了 我是文拼 我才不拆什么闪电 我肯定拆主攻狮子去 闪电 闪电的确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 大家机会各办嘛 对吧 你这个 你过拆去拆了他的闪电 就相当于他的闪电 拆了你的过头 哇 三个南蛮 这文拼南蛮开的有点过头了 他就为了跟司马朗配合 强行开南蛮 虽然周瑜也被打残了 但是反贼也很伤 周瑜也不见得会弄死 哦 元术队友 强行救 神桃源啊 神桃源 这个真的是神桃源 神桃啊 这个 那左思有个悲歌的化身已经很强了 就是没人给他补牌 司马朗算不算补牌的呢 算是吧 但补不了多的 只能补一张 我觉得他们打的目标有问题啊 这肯定是打文拼的呀 你其他人你打残了之后文拼可以救的 然后抢司马朗牌 反正司马朗牌抢一张是一张啊 这个刘备的牌是可以给孙权的 不亏的 强行装屯架 你看 就非要打司马朗 好吧 这元术压根就是个不会玩的啊 我真的只能说 这一看就是压根就是个不会玩的 然后 然后司马朗美滋滋 给大家回血 就相当于元术打了半天 就是 就是帮 帮文拼 回了一血 帮文拼摸了一张牌 就干了这种事 哦大铁锁 这里又打的不对 这决斗一定是去打文拼的呀 这决斗一定是打文拼的 然后呢 所有装备全部不要了 大致狠找什么 找雷沙 找酒雷沙 或者找火沙这种东西 最好找冠师傅去直接灌文拼 简一是可以留下的 因为所次没有牌了 而且有冠师傅的话 也要简一才能够得到文拼 所以说简一留下 出顺手了 就去顺 去顺这个斯马朗 或者顺这个关羽 他这个决斗先打了 就一定是不对的 好了 怎么不傻貌吗 这打的 一手好牌给打烂了 一手好牌给打烂了 妈的有过河拆桥的 有过河拆桥的 也不先拆的 放完万箭了 去把关羽的八卦针拆掉 完全不能理解 不知道是为什么 人都火杀 木马也传给孙权了 然后再抢牌 木马被拆掉 其实也不心疼的 本来就元素那来的 不知道到底谁是内奸 其实元素内奸的 可能性也有 反正孙权也不信任他 没有给他拆乐 起白了 真的是元素那 但元素也没办法 他吃冰了 那怎么办呢 对吧 这种局 他打刚一点 结果死掉了 也没什么好说的 孙权 哎呀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孙权 文聘典型的没有闪的 他只要留长距离 去火杀文聘就行了 他们是没有一个人会 这个局里面 元素也不会 这孙权也不会 兵其实还可以 因为 兵 兵这个左词 逼文聘 把兵 顾回去倒不差 但其实是应该兵关羽的 对吧 兵关羽这个效果比较明显 而且你不兵关羽的话 咒语是有危险的 神火光 哇靠 傻了 鸣闪 现在一张鸣闪 怎么办 这里还是先把牌都给掉好 先给周瑜 再给孙权火杀 虽然知道是名闪 对吧 周瑜要是死了就更难打了 现在孙权又重乐 这时候孙权重乐了就 就完了 输出全靠孙权呢 看好了 我东吴水师的英姿 周瑜能活的话还行 哎呀 我这真的不懂 他还不如把酒留着去反剑呢 又有闪呢 这里 这里不知道文凭有没有闪 应该先把牌仁德出去 就仁德 期间仁德一张 再仁德两张出火杀 这样的话 如果左慈贝格判了草花 你就不用弃牌 否则就要亏一张 当然你可以认为说 火杀真的打中了 优势就无限大了 对吧 你要这么说 我也没办法 但我跟你说 牌就是 正确的打法 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不是所有的正确打法 都有明显的收益 但是所有正确的打法 累加在一起得到的收益 一定是 可以让你的胜率 提高5到10个百分点 真的是5到10个百分点 就我的胜率 大概55% 普通人胜率45% 怎么来的呢 对吧 10%的胜率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10局里多赢1局 这就是10%的胜率 100局里面多赢1局 就是1%的胜率 看上去微乎其微 其实体现在数字上 也是很明显的 终于来这观世夫火杀了 那随着这个火杀打出来 反对就崩掉了 崩掉了吗 那就游戏结束了 现在这个关羽 现在关羽把周瑜收掉 他们也是要输的 因为刘备一定能干掉这个文凭 好吧 如果要是周瑜还没死 那就更加没得玩了 现在文凭死定了 他后仁德也就后仁德 一局留点牌 强杀周瑜 这个 周瑜有张闪 还坑了左思一排 特别的过瘾 爽得不得了 好了 那左思可以投了 经过一番憨战 终于还是拿下了这局 这周瑜也一直命悬一线 其实孙权制衡的量 一直是维持得很高的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制衡量维持着很高的 这个孙权 他这个就是 就是特别厉害 真的是很厉害 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文凭这个武将 还是能够引起很多人 这个神经错乱的 其实别说是在这种 普通的身份局了 哪怕是打四四的时候 都有很多人 因为文凭而神经错乱的 这个在各种比赛里 我也是见得很多了 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身份局里 现在文凭出场数量很少 所以说很多人压根 就不知道文凭是怎么用的 我们看这局 李如主 李如主 需要一个陆讯 来 哎哟 这就跳出来找死的 你又知道话头是反了 七四张坑灯爱 啊 很好啊 这不乐文凭啊 我肯定乐文凭 他就跳出来找死 乐文凭真的是跳出来找死 那话头你也一起死吧 好吧 这局收没了 一决斗一杀 这个也不能怪他 他除了这么打 还能这么打 怎么打呢 七决斗吗 七决斗也很没尊严 对吧 还不如决斗一下算了 拼一枪 三张牌 这个顺手牵羊无邪可击是什么鬼啊 没看懂啊 这个陆讯 这陆讯 这陆讯坑过邓爱的 邓爱顺他应该是跳钟 然后话头觉得他是钟 所以跳反 是吧 好像很顺畅啊 群羽又是什么意思 蛆虎没有蛆 当然他没得蛆啊 只能蛆 只能蛆里如 那没有意义 好吧 是不是我漏看了什么呀 他们就这么笃定 这个邓爱一定是烦 那怎么感觉好像很难 他还能打呀 他还能打得过呀 趋狐 趴 感觉拿桃子浪费 应该有 应该有比较小的点的吧 什么9点10点 其实也可以的 9点10点太大了 5点6点 这怎么两个 两个盾你怎么 我不信这两个盾 都是刚摸的 他就是舍不得 他那个破人王盾 桃子跟人王盾比 那肯定是桃子之前啊 对吧 这张杀杀不到你头上 也能杀到寻遇身上的呀 虽然还醒了 虽然还醒了 就更没得玩了 哦 哎 真是倒霉透顶啊 真的是倒霉透顶啊 华托也是弃若犹斯的 把刀拆了 深桃源补一下 虽然局面暂时稳定了 但是这虽然他一醒 华托就没有保障了 华托没有保障 虽然他也不能抢牌了 好 强固定刀去砍花头 可以的 此贼必有同盟 伤人于无形 这里 这里我 这寻遇没有结命这件事情 我们暂时不说啊 不过我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 以前这个bug很严重 现在这个bug 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以前这bug是这样 就是当你没有手牌的时候 他会自动 他会自动帮你点取消的 所以说如果你一不小心 点了两次取消 他技能就没有了 所以说一定要小心 当你没有手牌的时候 现在这个bug好像修复了 但偶尔还会出现 另外就是 例如决策 巡逾让他摸三张牌 这个行为到底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 如果巡逾是他的下架 或者巡逾在举兽的下架 就是后面都是队友 这样打绝对是正确的 让巡逾有一个 相当于元素的爆发 如果巡逾后面全是 就是如果你的后面全是敌人 这巡逾要挨打的 这样打是百分之一万错误的 本来反贼很忌惮 打巡逾要给他摸三张牌 很忌惮 基本上只有九杀 才会挨到他身上 而且真的打上九杀 他也不亏 因为自己截三张 还能给你们俩截 对吧 一点都不亏 现在你把他的手牌打满了 他有一万 反正有一万个理由 去打巡逾 我跟你说 你这样打巡逾就等死吧 所以说该不该打一个空城的巡逾 是一定要看位置的 一定一定要看位置的 队友打也好 敌人打也好 都是要看位置的 这又是我的老生常谈了 就是打牌 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有没有简易吗 有简易吗 就把巡逾爆掉了 没有 本来如果是三血空牌的巡逾 我估计虽然他都没兴趣碰他 现在就不同了 你看 这第二刀就挨得很疼 再加上 再加上李如前面丢掉的那个桃 我看看他还有没有牌来 保这个巡逾 如果还是巡逾就这么死掉了的话呢 就打不过了 火攻也浪费掉了 滑色不齐 这个五谷能开 过河拆桥拆的也有问题 这过河拆桥 与其拆什么破连弩 还不赶紧把这画头的加一码拆了 对吧 你自己有加一的 你还去拆减一 这是不是傻呀 对 画头 画头那个半战启发出闪也是亏了 总之都 就没有一个打对的 哎 我这是 木马里什么 给闪了还是怎么样 这 这他怎么想得出来的 我这 木马里给了什么呀 也不是闪 总算拆了 这也敢啊 就老老实实去举兽不行吗 这桃子 不是这么浪费的呀 已经已经求到举兽了 这这这礼儒就一张桃 就老老实实去举兽不就完了 这有什么操作 就一张火杀呀 如果是一张九火杀 我觉得这样打可以的 骗这个陆迅把桃 举到头上 他这一个 他 如果是九火杀可以 普通的火杀 你陆迅重不重这道火杀 跟这个又没关系 对吧 陆迅掉不掉血又没关系 这白送了三张 哇 我以为他要两张牌拆掉 这拆了个盾又拆手牌 你这不就等于是 孙上香的一个盾 换了一张手牌吗 这孙上香要兽画头 然后童死 这个 属兽啊 好 属于死了 这宛如智障一般的操作 怎么就这么多呢 那既然不用宝化驼了 我们又可以吃逃了 这有的磨了 但是这个闪电将会成为全场的焦点 因为我是举兽 我是死活不挂这个闪电的 因为这个闪电对陆迅的增益太高了 虽然他有狮子 陆迅有谦逊 他还敢挂这个闪电 闪电肯定让他自食其果 把腾甲丢了 哎呀 有没有逃 没有 好了 打主内反了 打主内反了 这李如要输了 因为举兽本来像一块肉一样 坐在这 除了闪电以外 也没什么东西能拿这个举兽有办法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李如拿什么跟陆迅打呢 有闪没出 搞笑了吗 对吧 这李如我也不知道在玩什么 他前面丢陶 他丢了何止一张陶啊 前面寻遇驱虎的时候 他也是拿陶驱的 他就是宁可自己 他宁可保自己那张两点的盾 也要丢掉那个陶 他不丢陶的话 寻遇还活着呢 这个追杀 这追杀没必要吧 这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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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破刀要他干嘛 这个 这刀还不如那个青龙呢 真的是 朱确实厉害 哎呀 良心真是坏 他现在就是 既然主攻 比较主动的在打 这个孙上香 对吧 主攻比较主动的在打孙上香 那我们就帮主攻一起打 向主攻示好嘛 实际上主攻一点都不空内的话嘛 就是等死呀 对吧 反贼死了 下一个就是你 哇 这么狠 行 反正有陶 没打死就拿陶位一下 打死了嘛 反正也就差不多赢了 哎呀 这李如飞来横祸 吃了个铁锁 还能谦逊呢 谦逊多摸一难 哎呀 没想到啊 操之过急了 这不能怪他 一般人家手里都是流闪的 谁知道他是张杀的 对吧 又是花色不起 特别倒霉 但李如肯定是打不过的 哦 他想要求个连赢 想多了 就每回合有杀出杀了 求什么连赢啊 因为你 因为你卡的牌太多了 连不了的 就有杀出杀 就摸杀出杀就赢了 哎 厉害了 最终还是很轻松的赢下了这一句 这把 这把李如要背巨大锅 首先拼点拿陶 为了保仁王盾 对吧 仁王盾两点 陶三点 他选择拿那个陶去驱虎 啊 害死了 间接害死了徐玉 当然徐玉自己也有问题 徐玉的死 李如有很大的责任 他非要去决策徐玉 结果让徐玉少截三张牌 啊 徐玉自己有问题 手残了少截三张牌 对吧 后面乱驱虎 啊 结果把自己给弄死了 后面举收中闪电 如果李如有陶的话 也能捞他一下 也没留逃啊 这李如 李如巨大锅 徐玉一般国啊 这举手打的也一般般 反贼嘛 从头到尾就是个配角啊 后面主内反的时候 主公真的想赢的话呢 必须要 那个 把自己当内奸打 就是东打反贼 吸打内奸 这样子才有机会 下一拍 这种七手死两反 反贼 也不强的局啊 这种话陀这种反贼 听得说啊 选了一个春歌主啊 看一下谁 哦 这是月下 月下这个人 一直自诩自己排打得非常好 让我来看看他这局的春歌主 是怎么样的发挥吧 好 其实我先 把牌清一下啊 韩冰剑是个假的 这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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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到这里就可以体现出 主是脚水平不行了 对吧 麒麟弓跟韩冰剑 春歌都没有办法出发的 因为麒麟弓跟韩冰剑的前提 都是那个杀的时候 要造成伤害钱 你可以选择射马 或者你可以选择出韩冰剑 所以说麒麟弓跟韩冰剑 既然都不能发动 那当然是选择距离长的那个了 对吧 然后他选择了这个韩冰剑 我们就可以看出主视角的水平不行了 骑手就已经被我 这个看穿了 就是个不会 吃了一发决斗 这个很正常啊 故意引用反贼来打 这个是故意引用反贼来打 打呗 不过朱格克有点虚 要被砸残了 不敢砸 不敢砸你把春歌打成一弦 那不找死吗 泰尔斯中 还不错的 泰尔斯中其实可以拼一下主攻的 拼主攻好 因为主攻三张牌里总有废牌给他拼的 对吧 强行去拼 拼输了 拼输了就亏了 其实真的可以拼主攻 三张牌里不可能都是好牌的 这种刚从牌队里裸摸的牌 你跳了中以后就去拼主攻吗 现在就是能不能出这个乐 好 扛住 扛住 哎呦 连了个桃 漂亮 运气不错 哦 来方天了 刀被拆吗 没关系 咱们有方天了 这个是有机会方天三杀的 这流血也不一定是反吧 这杀那么开心 看能不能出来 无血可击 哎呀 出不来 哎呦 厉害了 哇 这方天三杀了 方天三杀了 方天三杀了 厉害了 厉害了 这可以借敌人的刀 然后方天三杀 先挂盾 借个刀 没问题 刀挂起来 好了 当他发动伤势的那一刻 他就是在乱打了 我跟你们说 伤势的时机是 你只要手牌的那个数量有增或者减 或者血量的 或者血量有增或者减 都会摸牌的 所以说你 挂方天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出 可以选择不摸 然后喝酒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不摸 然后方天三杀再把三张牌摸回来 是可以的 完全是可以的 因为你的手牌有增减 或者血量有增减 他都会摸牌的 那你方天挂起来的时候 现在摸的是个桃 你摸的是个闪呢 是不是就瞎掉了呀 对吧 你先摸跟后摸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的呀 区别就是你方天三杀打不出来 当然现在可以吃桃 但我跟你说 吃桃还能摸的 我看他会不会摸 突然变聪明了呢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来看百坑讲台 你看我一教他 他马上就会了 对吧 所以说摸跟讲台 可以瞬间使你的智商增长至少百分之十 当然了 如果你的智商不到百分之九十的 不到九十的话呢 你增长了百分之十 还没有到一百 但是没关系 多来看几次 看着看着就超过一百了 你看我一教就会 包教包会 包教包会 方天三杀 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春哥还能破白衣狮子呢 因为白衣狮子也是锁定计 当你受到伤害时呢 给大家念一下 锁定计当你受到伤害时 但是春哥没有伤害 春哥都不存在伤害 所以说白衣狮子也是被春哥克 很有意思 死了 跟你说声再见 这边陆军也中了 这方天三杀有点帅的 强行挂闪电 也可以 这火攻厉害了 火攻厉害了 可以火攻自己 这绝对可以火攻自己的 怎么样 来吧 他正火攻自己了 看摸什么 摸了个加一 那就火自己了 火自己了 直接直接继续连 继续连 什么 展示加一马 穿加一马 卡两张杀过了 我原以为 你身为三杀老人 投稿百坑 面对直播观众 必有高论 没想到竟打 是如此粗鄙之派 你都已经卡了一张杀了 对吧 再卡一张 有卡失闪也就算了 你再卡一张杀 你不就是等死吗 对吧 赶紧把那张杀火攻掉 你闪电都挂了 你要么就不挂闪电 打稳一点 那我也没话可说 你打稳就打稳了 就打成这个样子 卡两张杀过 这不是 哎 真的是气死我了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投稿有风险 还好 还是弄死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卡两张杀有危险 什么都是假的 这卡两张杀 是不是吃个酒杀就死了呀 所以说真正的打 好的打法呢 就是你不要担心 你说我一血 过了怎么办 一血过了 反正手上有闪 就能活 你总比卡两张杀 最后被人酒杀砍死强吧 对吧 现在没有闪 特别危险 就看这八卦了 拆狮子 自己再吃个桃 过了 再见 这次知道拼春哥了 但春哥的点比较大 还好啊 我感觉 我感觉太史兹 这次拼点拼的还是挺不错的 好吧 听凤中闪电了 真的是流血 死掉了 你看人家这八卦镇 拆闪电 漂亮 可以啊 很有大局观 我很欣赏 就狐家虎威的啊 还有空击救队友呢 可以啊 说是吧 他救队友的心情 我是可以理解 但如果是我 我是一定不救的 因为自保为上 这种局 死了一个反 残了两个反 内奸状态尚可 这种局 你牺牲掉一个中 问题不大的 你说场上 有谁单挑的过你 我说实话 连这个孙权都单挑不过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 是掉过鞋的春哥了 这边有显示bug 看到没有 明明是个酒 它会显示是个陶的 傲财的时候 发出的声音 也是陶的声音 不是酒的声音 让我感到很失望啊 很失望 跳内也没有 人家就是不给你顺 被你顺到难买 还了得 对吧 有陶的 知道孙权有陶 我们也可以放心啊 一刀九杀 多了太子 感觉这局 很有可能进主内反 因为游戏的状态 非常的好 哇 又一把神器 哎 不争气 但又逃了 哎呦 这孙权 这孙权真是苦啊 这孙权打了半天 反贼的人头 一个都受不到 这么巧 还好前面 还好前面摸到一个头 收人头了 摸个什么距离 杖八这种 杖八在身上的 青龙刀 没有 起牌了 不敢打 哎 其实 其实孙权是可以打的 这个刘鞋 因为是明闪啊 舍不得杖八 没有选择杖八强拍 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就杖八强拍了 就杖八强拍 强行挂刀 然后可以过牌 过一张 虽然只过一张吧 但也比这样子强 因为猪尔克随时摸个刀 你就 太危险了 这闪倒是 不那么值钱了 现在 你掉成一血了 就无所谓闪了 死了没有 还没死 不过出难瞒了 哎呦 神气 哎呀 先把诸葛剁了 毕竟这个人 才是最大的威胁 哎呦 还敢救诸葛啊 自求多福吧你 下一个就是你了 这边 这边有问题 这边可以 切索连环 然后打一个无蟹的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卡无蟹的问题 就解决了 对吧 因为无蟹没有用的呀 你说 你说如果孙权 被你弄死了 你还要什么无蟹 对吧 流蟹有可能弄不死 那你也不会要这个无蟹了 现在吃到桃了嘛 就吻了 哇塞 赢的好像 看上去好像很厉害啊 但是失误有点多 失误有点多 那就没辙了 夸不起来 我们看下一句 夸不动啊 有时候自己粉丝 对吧 也想多夸几句 我自己粉丝打得好 自然有面子 对吧 夸不动呀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爱憎分明 正就是这样汉子 怎么办 收人钱财 尽各马选前 小资战有鱼当心 起牌了 这个一记作词很厉害啊 有有有刘峰吧 有刘峰 所以说七手把桃子换成 牌跟这个化身 也是一个不错的打法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有刘峰在 就桃子也很难存 你说把桃子藏身上吧 这个就没有办法很好的 这个留虚豹牌了 这个孤兔黄金 应该是个中 他没有选择给牌去拆孙权 应该是个中 这左资七手就是神化身的 非常的厉害 按理说 这么神化身的左资 应该不会有人来惹了 但是黄盖还是来惹了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主视角七手打的偏中 原因是他有遗迹啊 孙权主有遗迹的左资 你是反对你会打吗 我觉得只有内奸才会去打吧 内奸倒是可以打 加强他的化身 顺便把他血打残 对吧 反对怎么可能去打一个 有遗迹的左资呢 还是孙权主 实在是想不通 结果主视角失算了 人家就是这么打的 那你主视角也没辙 这种东西就是命了啊 命 你命如此 与我何干 这个无懈可击 牙角挺强的 还有极少数的情况下 会出现装备 装备牙角啊 那就更强了 装备牙角 在我有生之年 只看过两次 这个是可以的啊 就是首先炸主中的桃 万一没桃呢 拿酒去喝也可以 因为这个酒啊 你留手里也留不住的 关羽拼点或者流风撸牌 就没有了 成功炸到了桃 然后不好意思啊 刚才还笑嘻嘻的给牌呢 现在不给了 一张都不要想 一张都别想拿 装备怎么压脚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那个 回合外有人杀赵宇 借赵宇 然后那个边上有个草 草给他抗看一次 抗看不是可以使用的吗 啪 装上去那一颗 就可以牙角装备了 除此之外 还有鱼帆也可以啊 鱼帆不是回合外 给人使用一个装备吗 对吧 如果抛了装备 就使用了 反正 而且这种例子 以后会更多的 以后还会有更多的 这种乱七八糟的 酱出来的 所以说也不用说的很绝对 王云也可以啊 以后这种降会 越来越多的 你们就等着吧 直接降池了啊 结果 结果出连弩了啊 这个倒是挺注意细节的啊 因为有两次 因为有两次降池出杀 先远位砍了一刀流风啊 然后再挂刀去砍 砍这个皇干 如果是忠诚的话呢 我真的是不禁要为 他的操作鼓掌了 但因为你是内奸 所以说砍流风这一刀 对你到底有没有好处 也不知道 就只能说操作是挺骚的 但是他自己可能没有太大好处 因为皇岸也没收到 流风嘛 砍了一刀 但是不痛不痒 不吸一切代价 哎呦 不好意思 这个九杀没什么水平啊 根本不用九杀的 杀一刀让他去最在先锋就行了 哎 这可以拆队友了 啊 这个咱们不给了 哎 这过度旁计用的还是很有节奏的啊 我见过无脑是非的 无脑不是非的 还有那个不无脑是非的 啊 这个就是属于那个有脑是非的啊 那么有人问了 不无脑是非 跟有脑是非有什么区别呢 不无脑是非呢 就是 时而是非 时而不是非 你不知道他脑子是怎么长的 这叫不无脑 啊 就是不无脑呢 也不代表他就有脑 有脑是非是这个样子的啊 剪一被录掉了 还是很烦的啊 这刘凤有腾甲了 来 亲个腻啊 展示一下自己的骚操作 哎呦 可惜没铁锁 好 白转一张 不亏啊 改什么呢 这么快就亮离剑了 他想跳内是吧 我本来以为 他会一直把离剑藏着的 没想到 他就挂碧月了 那这内剑跳的有点早 其实其实不用 其实暂时不用跳内的 因为反的也根本不会打你的 不如把化身藏着 等到以后 有关键使用处的时候再说 好了 你挂碧月跳内也没人理你啊 或者说 很多人打牌就是一根筋的 他根本就不会管你的 哪怕反的烈士了 他们也不愿意去思考 谁是内剑 那你也没辙啊 而且你这连弩的确是有风险的 万一你一拨了呢 谁知道呢 好吧 跳内也没人管 那边的祸头旁击 我真的很不能理解 法阵去炫祸祸祸头旁击 其实很好的 因为你炫祸一个 已经有出过牌的人 你很有可能 把他一些防御牌拿回来 然后毛用都没有 最好是炫祸一个没牌的人 假设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的这个 配合的话 你就最好炫祸一个没牌的人 这样的话 你就等于是直接从牌队里摸两张牌 而你做的事情就直接让他摸一张 这个多好 又可以是非了 厉害 这边这孤独旁击 愣是是非 是非就去拆法阵 不肯拆左词的 真的是牛 就是一个个都把这个左词当宝 我也没看出来 这左词怎么就 怎么就这么像中 一个个都把他当宝 3-3里的法阵那太厉害了 这就不用说了 3-3里的法阵太强了 再收一个 收完之后 可以顺便把锅头旁击给剁了 直接托管了 估计锅图也很不满意 这么大的忠诚站在这里就没人管 反正前面不给 不给左词补牌 左词也不至于这波能爆发成这个样子 好 大公仔来了 拆了个加一 不利回天 三个桃 现在要开始露出 猙獰的面目了 这个打得非常的好 就是要这样打 这就是 真的厉害 这一首 这才叫驱虎吞狼 你知道吗 这首打得非常漂亮 关羽根本不用管 你就 打法阵 然后离间法阵 跟这个赵云 这个有点 这个有点过分了 这有点过分了 还非要让赵云先出杀 那赵云要是 不出杀 你准备怎么办 对吧 过分了 这个有点过分了 这有点过分了 不要 有时候不要 不要想的太美 这毕竟不是电脑 你如果把人当成电脑来打 那就有问题了 你离间法阵赵云 让法阵去崩赵云 已经很过分了 你还让赵云先出杀 人家要是不出杀 你准备怎么办 或者人家压根就没杀 对吧 这个 人家又不傻子 虽然他们看上去是挺傻的 诶 诶 诶 这个过分了 真的 真的过分了 真的没有必要 这样打的 让法阵去死 你可以离间赵云关羽的呀 对吧 法阵死了以后可以离间赵云关羽的 不用说 我一定要靠法阵去坑赵云 不是的 你离间赵云关羽 赵云去杀关羽 也很淡疼的 这个 这个真的有点过分了 拿到去救法阵 好了 这个 好了 你崩了呀 还有闪电在外面 还有闪电在外面 你就要把这个不可控因素考虑进去 你不要想的太美了 你知道吧 真的以为他打电脑呢 真的以为他打电脑呢 你现在崩掉了呀 这赵云 这赵云没血了 不过这个生权怂也是怂 竟然去杀关羽 是我我就杀赵云了 杀中了就杀中了 好 桃还有两个 想收人头 但是关羽不给收 关羽这张桃是暗桃 讨厌了 想收赵云 但是不给收 那这把就完了 真的 这个关羽收法阵也没收到 这把真的是崩掉了 这已经崩掉了 就打了半天 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 法阵没死 赵云残了 关羽快扛不住了 自己桃也没有了 这就叫偷鸡不成18米 这一个桃源回到解放前了 就自己没回到血 特别的亏 这个孙权怎么忽然又杀起 又又开始杀赵云了 你要么就一直别杀 一起杀关羽也可以 都都空盘嘛 现在就很讨厌 好了 法阵满血了 怎么办 那要不强行强行崩掉赵云 他又换毕月 这是天过了对吧 天过了他改毕月也没有办法 天过了改毕月也是 可以理解的 哇 这个生权是不是傻呀 就一张杀你也敢这么打 好了 一手好拍给他打烂了 就直接铁锁连环火攻 不比你打决斗抢啊 而且说实话 还打什么铁锁连环火攻 还绝什么斗 直接火攻赵云当场就死了 还非要去火作 真被他火中了 一记四张牌也很烦呢 我只能说他运气好 新权也不会玩 然后让赵云崩死算了 反正是个无用之人 拿了个A点 关羽也不傻 不可能再帮你控场了 现在法阵还有两血 你也只能理解法阵关羽 真的是爽得不得了啊 关羽只能死 这个单锁 哇 这真的是在乱玩 非要去 有腾甲就非要去火焰伤害 牛妹乐 有乐 有乐也不能这么打的 左辞这么多化身 谁知道有没有防乐的化身 对吧 好了 关羽还被法阵受掉了 不还好咱们有离剑 裸摸俩桃这运气也太好了 哎呦 一个离剑 没死 但早晚要死的 裸摸俩桃啊 你敢碰他吗 不敢 肯定不敢 这法阵怎么摸牌气牌啊 那等死了呀 摸牌气牌等死了呀 这个 这孙权是打不过这个左辞的 因为左辞有碧月 左辞回合那碧月 回回外一记 就是我赢 就是我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 单一记是打不过 单一记是打 双雄 这什么东西啊 喂 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 只要单碧月 就能打赢生权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普通单碧月 是打不过生权的 但是回合外有一记 回合外有一记 就意味着 生权只能防守 没法进攻 只能防守 没法进攻 那是肯定 打不过调查的 你一进攻 他马上就有一记 而且他还能 其他更多化身 他还在那边 对吧 还有更多的化身 在那边 非要去 非要去玩骚操作 最后有个降池影了 我也是服了 这后面一堆化身 不知道该选哪个了 在那乱打 事实上很简单 单碧月就行了 孙权打不了进攻 只能防守的情况下 跟单碧月打不了的 就是为什么 普通孙权 跟普通貂蝉打 孙权优 因为孙权制衡了以后 防御牌留手里 进攻牌拿去打你 这样子的话呢 貂蝉三张牌 同时兼顾进攻跟防御 是打不过孙权的 但现在不对了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我孙权 没有办法打你左思 因为你左思有遗迹 我关防守 不进攻 那我制衡出来的进攻牌呢 只能弃 只能弃 那我等于是 被你白白拉排查 对吧 而孙权状态很差 如果孙权状态非常的好 他有大量的牌可以制衡 那可以只防守不进攻 打你 打你这个三牌 还是可以打的 手牌数量特别高的孙权可以打 那我孙权 手牌数量又很少 血又不多 等于我制衡出来的牌 如果是进攻牌 我只能丢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打不过左思来 因为左思状态不会被压下来 而你孙权状态只会被压下来 所以说左思只要一记加毕月 就能打得过这个孙权了 他根本就不需要别的化身了 他一会儿什么双雄 然后判错了 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降池 降池 这降池还不如毕月呢 对吧 降池弃牌了 就特别搞笑 本来其实拿离间去控场这件事情 本身还是很值得说到的 打得很不错的 但是他真的把反递当傻子了 但是反递真的就是傻子 那我也没办法 反递真的是傻子 你也没辙 就这种打法呢 只能只能用一两下 你必须要兼顾到每 你必须要兼顾到每一个人的想法才可以 这边九杀 九杀加乐啊 说实话 还是应该乐魏妍的 要乐也是乐魏妍的 这魏妍也很奇怪的 他摸牌不吸血 那你打完一刀之后 又不能打第二刀了 结果人家鲁肃是忠诚 这三张过拆 哦 孙长香肿 但孙长香很有可能是内 骑手这个 你看就是刷过手机卡的 好吧 那肯定是孙长香内的 那这种情况下 赤桃的顺序就有讲究了 能不能赤桃是个问题 这个这个去砍国泰完全没有价值 如果能觉醒也就算了 又觉醒不了 这里大家注意了 赤桃虽然能够回 虽然能够有可能末排啊 有可能末排 但是你吃了桃之后 末质就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不能先赤桃 先选择过拆 打一个 然后再吃桃 这个倒是打的可以 把罗苏勒勒拆掉 再拆 再杀 这个陈琴要缓一缓 没杀到 很湿 这陈琴沉的有问题啊 这个陈琴要防御的时候沉的 而且你还是不知道 孙长香到底是不是中 虽然他现在很中很中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中 那这个就 这个就更亏了 这个陈琴要等 等孙长香觉醒之后再陈呀 哎呀 这个操之过急了 真的操之过急了 本来孙长香觉醒之后 你再给他陈琴 哇塞 这画面简直美得不敢看 这鲁苏勒担得托管了 我跟你们说 鲁苏也不是不能坐内的 就你怎么把握这个度 这个度你把握的好吗 对吧 你把握不好这个度的 鲁苏 鲁苏你坐内 你有本事一辈子别地谋 一辈子别地谋 你单号师鲁苏也就这样了 对吧 现在你看没有 你看你前面陈琴多好 就前面不要陈琴 现在能够陈琴多好 现在陈琴不出来 我跟你们说啊 我打三国杀这么多年的生涯里 寻域内跟鲁苏内 我都用过的 但是寻域内我赢过 鲁苏内我没赢过 寻域内怎么赢的呢 打到偏中 然后驱虎 主攻把中打死 就跟离剑一样的 就跟离剑中 把主打 把主 拼光一样的 你知道吧 然后赢的 那鲁苏你有这个能力吗 鲁苏没有这个能力啊 我跟你说 寻域内 其实比鲁苏内好用一点 真的 而且寻域内 这个度 相对来说 比鲁苏好把握一点 这鲁苏实在是 太难把握了 现在这鲁苏跟反贼 根本就没区别 压根就不是个内剑 他就是个反贼 他根本就不是内剑 对吧 你说你怎么赢 这根本赢不了呀 你打的偏中就是坑反 你打的偏反就是坑主中 你自己又赢不了 你说这 这就选出来有什么用 我进过的最屌的鲁苏内 就也就进 也就进的单挑 然后还是被打死了 你知道吧 我以前也玩过鲁苏内的 我打得很慎重 但是还是输了 进了个五人局 还是输了 五人局我都能活活被 活活被打死 哎呦我的妈 不过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了 可惜了 没有看到那个 我比较想看 那个一拖成名的那种瞬间 就是身上下摸了四排 然后啪 弃掉四张装备 再摸八排 就是一共摸十二排 这个盛况呢 我只在跟小悦一起玩的时候 见到过 就是跟小悦一起玩 然后一拖成名 小悦怎么 怎么现在这么红的呢 就是一拖成名的 就那个时候 就是那样子红的 以前也没什么名气的 怎么就突然有名气的 就是那一次 选了个孙上虾 让我一个蔡文基 然后 给了这个十二张牌的 这个报酬 哎呦这个还 还断杀 一拖成名 我们看一下今天能不能一拖成名啊 弃牌了 还好 我真怀疑他有杀 就有有死皮 他就真的杀过来了 也不好说这个鲁苏 到底是 不会玩 还是就不想玩了 真的判断不出来 哎呀 这个藤甲真的是 这个补一补的很有水准的 可惜没补到 神武啊 打的啊 我答应了小悦 要陪他打了 当然他要不来 那就算了 这个鲁苏死得毫无尊严 被反的像垃圾一样的 给丢掉了 所以说你选出来干嘛 对吧 一点尊严都没有 我的天 国大被弄死了 神桃源 急攻击啊 看不出来了 这应该是想顺联弩的 结果骗了个无蟹 哇还有 虽然他前面没丢加一 是挺奇怪的 是可以丢加一的 舍不得呗 哎呦厉害 哦四件装备了 大家注意了 这这你妈召唤红龙 这这 这召唤神龙了呀 四种花色啊 好 虽然不是我家小夜雨 但是 反正也是个女的 对吧 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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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呀太壮观了 太壮观了 一拖成名了 一拖成名了 没用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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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头房子已经异乱情迷了 异乱情迷了 这个还是比不上小夜雨啊 没办法 对吧 你拖得比人家晚 这小夜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拖了 你现在才拖太迟了 我感觉那张南蛮就是 就是就是它是非上来的 我有这种错觉 好啊那看完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看下一把啊 刘备啊 看看有没有徐玉 没有徐玉 那这连弩没有用 哎呦这春歌好厉害啊 这个是钟 哎这边有个戒兆云耶 不过怎么看怎么像那间 这里又有个种 那总归是戒兆云那间啊 对吧 不好说 有可能是内的 因为我觉得 宋长香跟姜维都很重啊 这不可能给你说哎呀被顺掉了 这刘备还回到血呢 放天三杀 这赵云给的不对 赵云可以直接给刘备的 其实可以直接给刘备的 这诸葛亮你还想空城啊 你是不是活在梦里啊 阿里头ORANGE啊 刘逼了刘逼了 还想还想空城啊 这里其实赵云打错了 他应该把牌给刘备的 他把牌给了刘备之后 刘备再把过差忍得给诸葛亮 这样打才对啊 不要急着直接给诸葛亮 显得自己很高端 不过我 不过我懂这种感觉 就是 如果是赵云 把杀给了刘备 然后刘备去忍得给诸葛亮 那逼都让刘备装了 我装什么呀 要装逼 大家一起装 对吧 这个 不是这个想法 我是可以理解的 就不像我 我平时装逼装太多了 对吧 很想分一点给你们装 但是你们不争气啊 对吧 都是我一个人在装 你们想装也装不出来 但这个赵云呢 他想装一下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了 那这个停不下来了 刘备也不管了啊 无所谓中内了 反正你赵云是中 是就是中了 是内就是内了 我看看能够能够能够 能够弄到什么地步啊 这个太二了吧 这个啊 这要失败了呀 这个要失败了 最后一张 不过有牌回首的 这个杀反的有牌的 就一张 来杀了 可以 其实赵云有杀伞就给刘备 他九道指导给刘备的 主将何在 哎呦这个灯爱这么极致的 哎呦挺真气的啊 继续啊继续 哈哈哈哈 啊这 单照云都那么强 没了 单照云还是差一点啊 差一点 不过真的 单照云 这些元素 失去了他的信仰 哎呀 将会很无奈地举起了小白 哎呀太逗了 呃这个 呃这个这个其实比比其实我觉得比上一期的那个赵云加加那个寻遇的要好 因为赵云加寻遇那个有点有点太强了 强的我都看不下去了 但这个赵云留就赵云借刘备两 不是不是不是赵云借刘备 是刘备借赵云两个呢 哎就让人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啊 就达成这样 你们不要再杀脸都讲谈了 我对此表示抗议啊 下一把下一把啊 可也有可能夜音就是 知道我今天想做一期加长的 所以说他特地安排了一下 也是有可能的啊 向夜音表示一下感谢 下一把 刘峰啊 反贼 火攻 他马上被一个火攻火离线了 很逗啊 这个是忠臣吗 是忠臣啊 我跟你说忠臣忠臣要打的话呢 先兵然后再杀草皮比较好 否则草皮闪了怎么办 你是有这种草皮的 我跟你说 有的啊 有的 铁锁被他丢了 依正合战 出奇志 神功一灵 直取熊腹 哇 又一个难吗 这个可以去翻赵云了 或者我们主视角也可以翻 因为两个钟了嘛 选择翻赵云了 其实翻刘峰也挺好的 也没什么好东西 灌石斧 都懒得出杀了 因为觉得他们一定有闪 这左次有刘备的 哇 两个无中哎 还不错 保了一下 就这边这个蔡夫人 也有可能是内契 但是 说实话 内契丢铁锁 我是不能理解的 戒刀 哇 这还了得 翻了一点了 哎呀 翻了一点了 翻了一点了 哇 这个应该活死赵云啊 这 这要活死赵云的 因为 因为刘备什么的 不是 左姿什么的 是可以杀得掉的 这 对吧 这赵云你等一下 没有办法靠那个活死的 哎呀 这花色不齐 这就忍一忍嘛 花色不齐就忍一忍 你看现在黑桃来了嘛 不救啊 不过这个边上的事没什么好救的 完了 出减一了 好了我们也要死了 好了我们也要死了 又来个明桃 又来个明桃 黄鸡的桃 出明桃了 其实还是应该救的 前面 不救的话 不救的话 其实到你这 你这个桃子 也来不及的 还愣是没死 要被冲阵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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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 没有了你也没办法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里点差不多得了 没逃了就不要乱打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谁的责任 你知道吧 是被冲走了吗 根本不是 没逃了 其实前面里点开那麦的时候 就五谷里的名桃是王继初的 王继初的名桃 那个时候就应该警觉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好说 我觉得里点有责任曹丕也有责任 因为王继那还有一把牌呢 对吧 应该让王继把牌出掉 而曹丕有那么多牌 就是曹丕只要自己不故意去死 就不会死的 什么刘备的 不是刘备 这个是这个左慈对吧 左慈也好 赵燕也好 让他们动好了 无所谓的 你只要 只要 只要 只要刘峰死掉 刘峰死掉就行了 曹丕有无限的 根本不怕乐的 可惜 至于为什么是我们主持者要做MVP 我也不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下一排 这故事告诉我们啊 富贵如浮云 贪字 变成品 哦 有袁绍 怎么不选袁绍的呀 三号位你都不选袁绍啊 真是的 换半天换出这种扎扎牌 用袁绍 压根就不用手机卡 对吧 不要跟我啰嗦 听不懂 就一个再射 先干死一个再说 先干死一个再说 这个路讯 这路讯就这么信任这个王级 骑手雷禁区都没进去出来 神闭闪电 万爹很嚣张呀 这还急救作词呢 不类师忠还不错 不类师忠还能打 不然真的很难打 哇这个太厉害了 刺拥剑 这该不会是花盖那吧 有点像 你自己也在锁里哦 不要太浪哦 够不着啊 这个杀戮训不如杀官匹 统统算我的啊 爽 那孟后就收吧 这你不给收啊 200级的应该知道的吧 而且孟后那个配音都配了三次了 这你不给收吗 你等死了呀 这边曹屁觉得觉得左次已经是个死人了 但是我们主事就好像不是很争气的样子 一球一杀 怎么办 强行起之了 哎呀 这简易来迟了 连弩 这他竟然会再起的啊 你敢信啊 当然了 再起是 当然是两张轰桃啊 两张轰桃闪 但还不如再起了呢 是我错 是应该再起的 哇 这个不列师啊 堪比剧本杀 解命啊 解命啊 要死了 厉害了 直接给我们王姬了 解命左次 哦 你是不给自己解的 这么高尚无私的 左次是觉得自己已经死定了 交代后世了 哎呀 这人头全是我们的 自保一下 反正人头不是我们收的 还一个都收不到 厉害了 这次厉害了 好像中了什么奇怪的bug 这个你都锁曹丕了 你布雷莎曹丕啊 这你都布雷莎曹丕啊 怕是湿了痣啊 把桃掏掉了啊 很有想法 这边可以装狮子 然后掏自己 哇 厉害厉害 这南蛮是不能开的啊 或者说至少要得木火死了才能开 这个借刀其实可以借 可以借一下黄盖或者借一下曹丕的刀的啊 不应该起制掉的这个借刀 这借刀是有用的 借曹丕的刀肯定是杀得出去的 细节还是要注意 不过现在杀很多 杀很多 所以说可以 无所谓细节了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他是不是九杀还没打过 都托管了 黄盖也托管了 给个桃 黄盖举起机智的小白起了 这局 这个还是要感谢不练师啊 对吧 果然是不练师赢的 这次总算是很慎重 没有直接把曹丕打死 这要是曹丕再死了 我也是无语了 好了 三国沙果然崩溃了 崩溃了 那就没办法了 崩溃了 那就得重启一下三国沙了 最近真是服了 我连 我连播个录像 让他三国沙都能崩溃 我一看到那个bug一出来 就是手拍看不见 我就知道中了bug了 没辙呀 你们不要再刷连路讲坛了 你们知足吧 对吧 这个凑那么多容易吗 叶音你是怎么凑出来的呀 这么多 怎么凑得出来的 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凑出来了 我看下一把是不是 如果下一把也是的话 今天的白克讲坛 就播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今天真的是多 我五点多就开始播了 播到现在还没播完 这夜音绝逼是故意的 我就让他这期稍微给我多弄一点 回馈一下观众 他妈给我弄了两倍的 两倍的 他不知道白克讲的很好提的吗 我现在口干舌燥 已经两股战战 急于先走了 哎呀 急功一 哎呀这个真的是可怜 急功一 所以说急功这个技能也要慎重的放啊 不要太浪 好了 唯一的陶也被人拆掉了 陶也被人拆了 怎么办 被砍了 哎 竟然没被砍 砍法阵啊 砍法阵好亏的 我觉得裸奔的过度可以砍 他真给你摸牌吗 就拆草屁啊 你又不亏 是你摸一张草屁气一张 一点都不亏啊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忠诚 但我觉得心采很有可能是内建啊 先标着吧 火宫 哦 拆心采对吧 拆心采牌更多是吧 好的 瞎了 瞎了 毕竟电子经济没有势力嘛 大家不要吐槽了啊 这就很奇怪了 先九杀越境 如果真的杀中了 再火攻他 说不定就火死了 好像都一样啊 我不知也有可能火死 急功啊 哎呦 还有减一啊 不知是明闪 那这个月经就被砍死了 这次急功就急功的很爽 好 还能定盘一次呢 其实 不过他觉得没地方好定盘了 他保了一张无蟹 这个得无一下了 好吧 死了 哎呦 桃被人掏了 本来这个桃是主攻的 真的是 法阵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真不怎么好办呢 因为法阵这个人 也挺烦的 哎 这法阵可能本来是想来偷东西的 这个没偷到 五一 好 就看我们有摸什么东西了 两个铁锁 哎呀 后悔了 这要棋牌了 这铁锁被法阵破了 特别的气 啊 这个可以 哎 这什么打法 哎 这不傻吗 我跟你们说啊 不知他定盘自己 他可以选择摸张牌 然后把人王盾弃掉 对吧 而他如果把人王盾收回去 如果国泰补一道了 那就是把人王盾弃掉 如果没补一道 他就死了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国泰补一道 也是把人王盾给丢掉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定盘的时候 就把人王盾给丢掉了呢 对吧 因为是先看到摸的那张牌 然后才决定是丢还是不丢的呀 哎 所以说有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为什么就没人能想得通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智商不到85嘛 对吧 智商不到85的玩家来看百亨奖 他要看两次才能把智商涨到100以上啊 所以建议大家有空多来看看啊 这个还让曹丕收牌了 说的美滋滋啊 这有什么好放弃的 国泰 国泰六张牌 他自己有人王盾 那边旁都撞的还可以 为什么要放弃呢 你告诉我 他 哎 这不是连弩吗 不过这连弩应该没什么用吧 这个国泰死不了的 前面布置其实算是救了他的命了 哇 疼 这个好疼 翻法阵了 反正笑笑哈哈了 啊 这个要曹丕翻自己 这里给大家说个细节啊 就是看南马入青的时候 国泰选择无限自己 这个打法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国泰选择掉血补一的话呢 这张无限是一定可以回血的 如果你选择无限自己 场上正好有反无限 你这张无限就被无限掉了 你的补义也不存在了 你就死了 啊 这个细节也有很多人不知道 也有很多人经常犯这种错误 啊 本来人家无限是张废牌 可能砍不死你 他无限只能丢或者只能藏着 对吧 现在人家无限就可以换你一条命 好了 这个是杀伤引了 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继续杀 但这个国泰 国泰跟曹丕的配合 就是个假配合了 他没有选择再决斗 曹丕翻回来 而是选择就这么过了 算是打得比较稳当吗 我觉得可以啊 我觉得相比刚才那几个 胡来的啊 甚至把主公活活打死的 这个就打得还不错 你说要是为个逃翻回来 啪 没有杀 也没有逃 弃牌了 庞德裸摸一个杀 啪一刀 一个剑出 曹丕就死了 对吧 那比起那个 我觉得这个打法 还是比较合理 现在我三张闪 加个桃 你们又不敢打主攻 我觉得挺好的 法阵终于露出了 他猙獰的面目 其实这个时候 真的是恨不得 这个人王盾 不存在啊 对吧 恨不得 这个人王盾 是个不存在的 不敢打法阵 哎呀 中乐了 很疼 哎呀 没中乐 给闪吧 哎 对 不用 不用急攻了啊 我们就 我们就 把桃留给主攻就好了 一个五谷 哎 这时候人王盾又神气了 这反正就是想偷牌 偷不到呀 啊 反正还是 比较老实的 托管 投降了 可以啊 打不过就投嘛 对吧 没必要非要去打主攻 可以啊 最终我们的 郭度旁击 靠着 急攻 靠着急攻 靠着他很有意识的 这个大局观啊 非常稳当的拿下了 这一句啊 跟连弩没有关系啊 跟连弩没有任何关系的 影响这一句 好 今天的百根讲台 终于结束了啊 终于结束了 我已经累得半死了啊 我去歪歪看一下 小叶宇在不在 如果他不在的话呢 说明他今天不想玩 那么我就走了啊 那么我就走了 如果他在的话呢